台中市府连续两天为65岁以上的长者施打第四剂疫苗 今天是最后一天 而前一天因为市府没有预料到施打率如此踊跃 衍生出动线乱七八糟 人力不足 理劝也不够发等乱象 让民众抱怨连连 市府也紧急滚动式修正 除了增派人力之外 也在快打站搭设了帐篷遮阳 增设临时电风扇以及水冷机 大理图成活动中心外头 长长的排队人龙绵延好几百公尺 几乎看不到镜头 排队的都是长者 他们要来打第四剂疫苗 快打站施打第二天 状况跟前一天一样 没有分流 大家纷纷涌入 民众只好站在大太阳底下苦苦等候 不止这一处快打站挤满了人 南区永兴宫这里 虽然没有排队 改发号码牌 但现场人多到乱成一团 民众拿了号码牌 就跑到阴阳出等 工作人员得一一叫号 早上九点已经发出了八百多张的号码牌 有长辈排了一个多小时才打到疫苗 天气这么热 民众都快受不了 市府一开始也没有料到施打率会如此踊跃 除了紧急增派人手外 也在快打站搭设临时的帐篷和电风扇 已经有搭了十七个帐篷 然后今天又加两组的医护 台中确诊人数持续居高不下 加上这次又有两剂的免费快筛和五百元 里券可以拿 催出打气 就连要打一二三剂的民众也跑来 施打率超过八九成 出乎市府的意料 市长卢秀燕也为此道歉 表示会随时滚动式应变处置 只希望施打过程都能够顺利进行 接下来王胜炫台中报道